阿良被捕神瞭转视链李婉玉小珍曾大气成全。 新北市议员无党籍候选人李婉玉日前竞选连任失利后,被苹果、直击和整形医师李进梁、阿良吃饭和买咖啡,正供小珍听闻调侃回去问长年陪伴她的甜心吧。 阿霞好奇小珍、李进梁、李婉玉和甜心等四人前世有什么感情纠葛。 在前两世,小珍是病店老板的儿子李进梁是小珍前世养的爱鸟甜心是病店长客,长拨饼给小鸟吃,三人一起前往鹏来仙岛寻找长生不老药,后来小珍要从日本回中国在一周遇到传男死亡,后来甜心和爱鸟李进梁也因而死去,三人一起转世。 命理老师小梦以前是精神分析,小珍与李进梁上仪式投胎到一个小岛上,小珍是岛上非常会料理的厨师。 李进梁则为岛上的接生婆,两人非常恩爱,有一天夜晚李进梁从南方的小岛搭船,要到北方的小岛帮一位大户的女儿接生。 当时李进梁不知天后状况,船旁行到椅板竟然狂风大作,大风雨将李进梁卷入海底。 当时李进梁以为自己会死亡,想不到自己在两天后竟然人躺趴在十公里外的大岛上。 当时李进梁痕了脚又骨折,浑身湿打打,突然李看见一名又白又帅的壮汉,李进梁于是哀嚎对方帮忙。 壮汉原来是今生的李婉玉,李婉玉前世是大岛上的一位渔夫,在港口看到求救的李进梁,李婉玉看到绝世美女李进梁,赶快将李进梁带回家里照顾。 照顾的过程,李婉玉会用嘴吸李进梁的浓疮,还帮李进梁拔尸,李进梁感激之余,两人突然来电了。 三个月过去,李进梁的伤痊愈了,李婉玉又告诉李进梁,自己整理家里时找到一张藏宝图,藏宝图上画有路线与山洞,据说大岛上有古人留下的金银珠宝和万两黄金,李婉玉告诉李进梁若找到黄金,会分给他。 李进梁一听好开心,就跟着李婉玉去寻找果然两人在大岛的一处山洞底下,找到许多金银珠宝。 这时李婉玉开条件诱惑李进梁,只要我们在一起,你就会有三分之一的财宝,李进梁答应,两人成为当地富有大户。 这段期间,小珍每天都在南方小岛的港口等李进梁回家,有一天小珍听闻北方小岛有间妙宇,妙宇有机铜降价,非常灵眼,小珍立刻搭船前往问世,神明只是李进梁还活住,并且就住在隔壁十公里外的大岛。 神明告诉小珍如何去找,还告诉小珍找岛上最有钱的人就会知道大岛。 于是小珍开心搭船去大岛上后,小珍向人打听谁是大岛上最有钱的人。 小珍找到李进梁,却发现李进梁和别人交往,还生了小孩,小珍无法接受,李进梁解释一切。 他告诉小珍说李婉玉对他有救命之恩,小珍伤心欲绝,离开大岛,回到南方小岛专心工作,并发愿要帮助人。 后来小珍开了岛上有名的餐厅,也成为大善人。 纪念后李进梁早逝,李进梁找小珍复合,但小珍拒绝,李进梁回到大岛上,在地方上结交一位花花公子甜心,他晚年则在大岛上孤单过一生,因此今生四人会不断纠缠。 小梦以塔落牌替小珍、李进梁、李婉玉和甜心的未来互动抽牌,结果抽到高塔牌正位。 小梦表示,李进梁与李婉玉只是朋友,李婉玉的作风新颖李进梁,虽然目前两人互动好,但三个月后就会各奔东西。 李进梁与李进梁的缘分比较深,甜心对双礼的活动会视而不见,小珍与李进梁日后会变成平行线。 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,等到女儿长大就会离婚。 下集完 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